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明镜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中共国务院搭换班 李克强领导层一个不留 随着两会临近 中共上演新内斗 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 各地注销户籍数量倍增 为应对中共军事威胁 美军在关岛开设新基地 中共二十大后 地方和中央部委高层持续调整 在三月举行的两会上 国务院将换届 县届领导层全部卸任 部委首脑也至少换七成 这种大换班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也曝光了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难题 香港《明报》26日的文章表示 县届国务院领导层 一政四副总理和五名国务委员将一个不留 而在国务院37个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中 有27个首脑在一年内已更换或即将更换 包括关键的外交 国防 公安等部委 李克强 胡春华及曾担任过中共副总理的汪洋 在中共二十大上全出局 县市团派在最高层几乎全军覆没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 国务院高层官员中绝大部分人在这次两会要被换掉 释放出习近平深度打击团派的信号 习近平是想为立枪准备一个不含团派的国务院班底 当然国务院中还有部分中层官员带有团派色彩 未来不排除会有这类官员的人事大变动 吕傲学者冯冲毅说 现在中共都是些胡捧狗打 为了保党 保他的利益 就狼狈为奸 习近平连任后就要换上新人 这很正常 对他有利的就做 包括军队里面换很多人 跟老一辈有关联的人能换就换掉 新的有可能忠诚 也有可能不忠诚 起码他要把那些老的关系清理掉 当习家军把其他派别的人都清理完了 他们自己帮派里就会狗咬狗 权力斗争 共产党从建立到现在 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是他的本性 你看毛泽东 刘少奇 林彪 彭德怀 都是他的嫡系 他把别的派系 刘欧的 刘美的 刘娥的 都干翻了 最后把林彪和刘少奇干得更惨 中共高层不会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 原来属于同一个派系 就会团结 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 发表评论文章表示 习近平的追随者和忠诚者将出现一系列新的派系 他列出了习家军有四个关键派系 包括跟习近平共事过的福建 浙江和上海官员 以及与习家族关系深厚的陕西官员 未来五年 习家军各派会争相提拔自己的人马 新的派系会迅速崛起 吴国光认为 习家军的分化是习近平愿意看到的 因为他需要内部互相有所制衡 他不希望看到国务院都是李强的人马 他想做一个最终裁判者 让底下人互相监督 然后向他汇报 习近平对中共国务院人事大洗牌 也暴露了他正面临着自上任以来最大的难题 就是信任危机 时事评论员魏普在自由亚洲电台撰门表示 对习近平的严重不信任感来自四个方面 党内 社会上 民企和国际商界 习近平派刘鹤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会上刘鹤称中国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中国对外国投资者仍然具有吸引力 可惜的是 刘鹤演讲时 大厅里约有四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 国际商界显然对中共之下的中国充满疑虑 华府智库的学者塞尔发表文章 认为刘鹤在达沃斯的发言每一句都是谎言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对习近平也没有好印象 24日 他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寸步不让 为我热爱的美国而战 在这本回忆录中 蓬佩奥讲述了他对习近平的感觉 他认为习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他在书中写道 普京虽然邪恶 但他很有趣 并且令人愉快 但习近平很阴沉 长着一双超乎寻常程度的死于眼睛 我从未见过他不加刻意的微笑 蓬佩奥在书中还回顾了他在2018年3月 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访问平壤的情形 当美国军用飞机在进入北朝鲜的领空后 北朝鲜也派出战斗机尾随 蓬佩奥以美国人幽默的口吻写道 飞行员告诉我 如果朝鲜做出什么愚蠢的行为 美国救援队会立即赶来为我们收尸 当时任朝鲜统一战线部部长的金英哲 在迎接蓬佩奥时 并没有表示欢迎 只是说 我们在过去50年里吃过草 今后50年还能吃草 蓬佩奥笑着回答说 希望把草蒸熟后再给我吃 蓬佩奥说 北朝鲜根本不在乎美国 在南韩增加导弹和地面战斗力 因为金正恩也意识到中共的威胁 他需要得到保护 金正恩说 为了保护自己 他需要韩国由美军驻扎 去年12月 中共在毫无准备下突然放松防疫管控 使疫情像海啸一样爆发 死亡人数剧增 各地注销户籍的数量飙升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江苏医疗界人士王宁披露 根据中共医疗系统及民政部门的内部数据 去年12月初至今 注销户籍的人数同比增加了3至5倍 在部分地区更多 他说 比如说这个城市本来一个月死100人 现在基本上要死300到500人之间 我有些朋友是公务员 他们要去办理户口注销 数量是平时的3倍 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医疗条件差 死亡人数更高 近日 有推特网友分享视频 一名男子讲述自己在殡仪馆的见闻与感受 他说 尸体多得就像在清理战场 他自己深夜在尸体间穿梭 从开始的恐惧到变得麻木 视频中 一名男子讲述了8日凌晨 在殡仪馆的亲身经历 他说自己是在中国南方 时间是半夜1点多到凌晨5点多 他说 自己参加了一次葬礼 却目睹了那么多家庭的葬礼 目睹了无数个家庭 把自己的亲人送到火花场 火花场人满为患 一个个抬尸体的担架从他身边经过 他帮助死者家属缴费和办各种手续 而缴费窗口和殡仪馆入口 只隔着几米的距离 他在缴费窗口等待时 几乎每隔三分钟就看到殡仪车拉来一具尸体 殡仪车门打开 把一具具尸体抬下来 有的尸体裹着白布 有的只盖棉被 有的还没有来得及盖住面孔 从他身边被推进殡仪馆的大厅 他介绍说 这个火葬场只有三个火化炉 火化一具尸体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三个火化炉一起工作 从晚上一点到五点 最多能烧15个人 由于等待的尸体太多 大厅里已经放不下了 大部分放在户外排队 他待在火化厂的那段时间 是从一点到五点 他看到被送进来的尸体不下上百人 他说他可以想象 火葬场是超负荷的运行 由于办理手续 他需要在放尸体的担架间穿梭 单架与单架之间只隔着很小的距离 他和尸体单架有时只隔着几厘米 因为很拥挤 有时就碰到别人的单架 他形容 就像看过的战争片 无数伤亡的士兵被处理的场面 他表示 在一个个排列的尸体间穿梭 开始时他还感到恐惧 到后来就感到麻木无助无奈 为应对中国军事挑战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美国最西端的关岛 开设了一个新基地 26日举行了布拉茨营 新基地正式启用仪式 这是70年来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 对于应对中共挑战具有重大意义 布拉茨营占地4000英亩 营地及相关设施预计耗资86亿美元兴建 其中30亿美元由日本方面提供 该基地仍在建设中已经完成了一半 根据计划 该基地将最终容纳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 目前驻扎在基地的部队不到100人 大部分人员预计将于明年12月抵达 关岛基地和日本、台湾之间是差不多的距离 该基地将成为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 各地海军陆战队的珠纽 在发生入侵时 用来保护太平洋岛屿及重要的海上航道 随着中共对台湾威胁的增加 有了新基地后 美军可以在关岛基地部署更多海军陆战队员 这些陆战队员将进一步接近冲突的前线 可以快速从一个岛屿转移到另一个岛屿 探测、骚扰和摧毁敌方船只 关岛出于中共导弹打击范围内 也在朝鲜的导弹打击范围内 去年美国将一个萨德反导系统 从关岛的安徒生空军基地转移到新基地 以提高关岛的防御能力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